蓝羊羊到底有多倒霉 一觉醒来变成了一个枕头 就算是这样 她的头上依然还有辨别发型 看到自己的模样 蓝羊羊被吓得够呛 变成枕头后的她很惨 不仅被小羊们暴打 甚至差点被红太郎给吃了 这天蓝羊羊又在睡懒觉 她做梦流着口水 心想如果自己能变成枕头就好了 这样就能一直睡觉 凑巧村长的如愿水倒下 洒到了蓝羊羊的身上 蓝羊羊醒来想去洗干净 可是看到脸盆里的自己 蓝羊羊傻眼了 盆里怎么还有一个枕头 很快她就发现了不对劲 蓝羊羊做了一些动作 发现这个枕头就是自己 蓝羊羊慌了 可她很快就接受了现实 美羊羊在路边捡到一个枕头 她性格温柔 蓝羊羊本以为日子会很幸福了 可是美羊羊一番话让蓝羊羊脸色大变 美羊羊拿起了枕头很喜欢 还想要给枕头绣上花边 好在废羊羊出现 本以为她是来解救蓝羊羊的 没想到让蓝羊羊变得更痛苦 飞羊羊表示自己的沙包坏了 正好想要一个顶替的 美羊羊将枕头给了飞羊羊 蓝羊羊已经哭了 真不愧是自己的好兄弟 就这样蓝羊羊成为了 飞羊羊的沙包替代品 被打得遍体鳞伤 最后飞羊羊将她一拳打飞 蓝羊羊哭得很难过 原来枕头一点也不轻松 很快蓝羊羊就被蓝羊羊发现 本以为会被善良的她温柔对待 结果被一顿暴打 蓝羊羊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 她就被提飞了 晚上蓝羊羊偷偷来到了羊村附近 原来蓝羊羊晚上睡觉失眠 蓝羊羊是来给她找出 满羊羊羊的枕头 蓝羊羊认为去狼堡可能会好一些 于是她放了一股屁 蓝羊羊闻到了羊羊羊 发现了蓝羊羊的她将枕头带回了家 就这样蓝羊羊成为了蓝羊羊的枕头 晚上睡觉的时候 红太郎还在摇蓝羊羊的脚 蓝羊羊开始慢慢恢复 仗出了双手 后来连脚也恢复了 灰太郎以为自己在做梦 当她看到蓝羊羊的脑袋时 吓得她抓起蓝羊羊直接丢出了狼堡 经过这件事情后 恐怕她再也不会想要变成枕头了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陶醉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